树妹是外事所生 扬言就是去青楼也绝不花侯府一文钱 她卖一不卖身 靠一手琵琶成为京城第一清官人 后来 她母亲去世 她卖身葬母 料牌那天恰逢太子为福出巡 树妹跪倒在她脚下 奴家愿用这三分皮囊 换家母半口薄冠 求公子收了我 清冷出城的模样令人疼惜 她收了太子迎钱 却在知道太子是我未婚夫时反悔 她哭诉 我虽出身卑贱 却也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 宁肯嫁于皮肤潦草一生 也绝不为奴卫妾认人作荐 太子早已被她宁折不弯的气质吸引 将她禁锢闻得难设难分 树妹在她怀里挣扎 说她本是侯府小姐 若是早点出生 和太子有婚约的人本该是她 生辰宴上 我被人下药坏了清白 树妹提出自己替嫁 父亲为了侯府门眉自然答应 她们大婚那天 树妹送来一根白铃 姐姐 侯府嫡女只能有一个 太子妃也只能是我 她命人将我伪装成修奋自尽 我死后 她把她母亲的牌位迎进祠堂尊为竹母 把我娘变为妾日日搓磨 导致她凄惨死在柴房 再睁眼 我回到树妹卖身葬母这一天 小姐 出事了 凌双姑娘的母亲过世 此刻她正跪在街上卖身葬母 侍女下落来禀报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凌双是我爹外事所生 当初娘知道她的存在后 要将他们娘儿俩接回复 她却执意让我爹娶她母亲为平妻 凌双的母亲出身清楼 我娘不肯 她便扬言 就是去清楼也绝不踏进侯府半步 此生绝不花侯府一文钱 为了生存 她为生清楼卖一部卖身 靠一手琵琶成为京城第一清官人 第一清官人料牌 京城多得试玩裤子一致千金 可她偏偏跪倒在微服出巡的太子肖一紧脚下 拨得她的垂帘 下落见我发愣 急得跺脚 她是夫人承认过的二小姐 侯府也从不曾亏欠她们半分 如今怎迪闹出卖身葬母这等荒唐事 以后小姐出门怕是要被鞭排死 落一个磕带树妹的恶名 透过窗帘看向窗外 正值商务 日头毒辣 我慢悠悠拿出一幅太子画像 找个机灵点的小丝 去凌霜卖艺的青楼走一趟 做完这些 我便伸了个懒腰继续躺在软榻上翻画本 萧一锦身子娇贵 才不会在这么热的时辰逛街 凌霜愿意贵 就让她多贵一会 一个时辰后小丝回来 外头不再闷热 我才重新换上一套素衣出门 果然不出我所料 萧一锦微服出巡并非偶然 我一直想不通 萧一锦长在后宫 什么样的女子没见过 为何偏偏对凌霜一见钟情 方才打听才明白 今日并不是她和凌霜第一次见面 先前听说凌霜在青楼卖艺时遇过一个贵人 贵人慕名去雅座听琵琶 落座后恰逢凌霜一曲完毕 贵人没听到 便以时经求一曲 凌霜未聚也未收 抱着琵琶款款向贵人行李 音律通知己 若已经营买卖 怕听者也是牛角牡丹 只是听个闲外音罢了 贵人就是萧一锦 从没人敢在她面前说不 凌霜说得大意凛然 不背不屈的模样瞬间引起她的兴趣 此后数日 她每天早早来到雅间等凌霜出堂 久而久之 两人成了高山流水的知音 前世筹备婚事 听说有人给东宫送去一个断闲琵琶 管是贤惠气欲丢出去 被萧一锦拦下 一同送去的还有一方气穴的帕子 角落秀下两行字 断闲雨君爵 闲音断常听 那晚 萧一锦吃做一夜 我问起时 她敷衍说是为服时遇到的一位故人去世 我当她心里难受 还好身安慰一番 不成想在她心里 我早已是那个阻碍他们轰轰烈烈 还是山盟的二人 林双贵的是贯穿成南城北的主路 她一身素衣 头戴白花 腰背挺直地跪在路中央 身后是她母亲的尸体 百善笑为先 经到衙门的捕头来了 也对她无可奈何 周围聚满了看热闹的人 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 下露挤红脸才挤出一条小道 萧一锦先我一步感到 林双看到她后 眼眶一红 潺潺流出两行青泪 她已讹点的 朝萧一锦行一大礼 奴愿用这三分皮囊 能换家母半口薄冠 求公子收了我 据说平时 萧一锦每次去找林双听取 她都圆圆躲在沙莲之后 每次谈完就行李离开 从未愉悦半分 有次两人谈去 萧一锦讲到洞情处 向前迈出半步 林双当下变冷脸 男女大方 我随尾身轻楼 却是清清白白的姑娘 还望公子自重 说罢退掉 当日赏银抱着琵琶离开 自此 萧一锦认定她与旁人不同 而眼下 从未对她有半分月色的姑娘 匍匐在她脚下 求她捶帘 林双在地上跪了半天 她肌肤底色焦白 现又染上一层红韵 两鬓汗水打湿碎发 贴在脸颊 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拨开 模样我见游脸 又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 萧一锦满眼疼惜 眼中都是林双 丝毫没有注意到从人群中挤出来的我 她弯腰去拉林双的手 欲将她掺起来 被我用一身痛哭打断 姨娘 我短命的姨娘 前些日子见识还好好的 怎迪说走就走了 你还未进侯府想过半天富贵 还没看到妹妹出嫁 怎么忍心撒手 虽说您与我爹死不能同屑 可也不至于曝师街头啊 当街哭铃 我哭得那叫一个响 萧一锦满眼震惊 顾不得去牵林双 林双脸上白衣震轻一震 表情更精彩 我哭得伤心欲绝 比林双这个亲生女儿还要痛苦 妹妹 你是侯府小姐 怎么能在大街上把自己卖了呢 她推开我 眼神愤恨 一副屈辱模样 模里的泪水叙事呆发 偏又倔强的不肯低下 尾仰的侧脸 是最令萧一锦心动的角度 母亲一生不愿作妾 我也与侯府毫无瓜葛 还请小姐不要胡乱攀亲 林小娘从未说过这种话 去年冬天闹雪灾 京城比以往更加寒冷 别说煤炭 就连柴火价格都叫往年翻了好几倍 娘担心林双 他们娘儿俩过动物资不足 让我送去两百经营私探 敲门后是林小娘开的门 看到我身后的竹框 她忍不住鼻头发酸 偷偷回头抹眼泪 二十框炭 足足装满一辆车 马上卸完时 林双从外头回来 满身风雪夹杂着丝丝酒味 她不顾林小娘的劝阻 将院子里的炭一股脑全丢出门 是可杀 不可辱 你怎么这么没有骨气 就是冻死 也不该接受那边的施舍 黑色炭末散在雪面 看得林小娘直呼心疼 见急之人生存艰难 做妾又如何 三餐有温饱 并急有良衣 还不用做粗活 这样的日子拿而求来 要哪些虚无的清高作甚 林双道 你是妾 我这辈子也只是庶女 你若真为了荣华富贵 去侯府做妾事 我这辈子再也不认你这个娘 为了不做庶女 她是我违眼中钉 生辰宴那天 她不请自来 姐姐 之前是我不懂事 伤了你和竹母的心 妹妹在这里向你赔罪 翻年你就要和太子成婚 日后还望姐姐多多照福 我当她日子 辛苦寻求庇护 对她毫无防备 林双帝过去的那杯酒里 掺了大量催情药 不过半个时辰 我浑身燥热 以为是吃多了酒 此实验会发到高潮 我便一个人 偷偷从后门溜出去透气 没想到没走多远 被人拖进厢房 躺在冰凉地板上 身上的人压得我动弹不得 那人浑身散发 令人作呕的臭味 手上不停撕扯我衣裳 我拼命呼救 外头空无一人 黑暗 绝望将我吞噬 不知过了多久 身上的人终于发泄完起身 有那么一刻 我感觉自己呼吸已经停止 忍着一口气 我问 我们无冤无仇 为何如此对我 那人吃笑 要怪就怪你挡了别人的路 起初我不明白 直到凌霜带着肖易锦闯进来 姐姐平时看起来端庄温婉 没想到背后竟如此浪荡 我求肖易锦听我解释 可因被下药 我面色潮红 秦树阳 你当姑是傻子吗 枉我还因为你让凌霜受委屈 我心如死灰 后来 凌霜提出代价 肖易锦一口答应 我才明白是凌霜精心设计了 这一切毁掉我 可她嫁给肖易锦后人不满足 应对宋探知识心怀怨愿 又开始折磨我娘 冬日里 她把我娘关在漏风的破院 只给一件单衣 还要用冷水给她洗衣裳 我娘满手冻疮 身病高烧不退 最后因为一碗馊饭疼死在柴房 前世种种 让我恨不能即刻冲过去将她掐死 可这样太便宜她 必须将她夹住在我们身上的疼痛 和屈辱一一奉还 凌霜在众目睽睽下说与侯府毫无瓜葛 我等的就是她这句话 于是我转向肖易锦 太子殿下 妹妹一身傲骨 从不轻易求人 她今日既然求到你这 你就发慈悲收了她吧 众人指使我是侯府小姐 并不认识肖易锦 听我这么喊 百姓纷纷扣手跪拜 太子千岁 凌霜惊恐得不知所以 你 你竟是太子 她抬头看着肖易锦 眼泪咕噜落下 脆弱可怜 奴不知东宫太子 指使公子 求公子怜我 肖易锦再次弯腰扶起凌霜 被同行的随从劝阻 太子为福初寻本就是为了体察明情 东宫后飞选那是官皇家脸面 一切皆由皇后做主 早在他们出现以前 凌霜四周就出现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 若肖易锦真不管她 后果她不敢想 她紧紧钻住肖易锦一脚 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奴不求名分 只要跟着公子 哪怕做个洗脚丫头 随从也急了 太子殿下 侯府迪小姐是陛下亲定的太子妃 您尚未大婚 万不可做出街头收人这等荒唐事 易锦进退两难 她若以太子身份当接熟了凌霜 则有尸体痛 她若不管 凌霜以言明自己卖身葬母 面对那些豺狼虎豹之辈 今日清白怕难以保全 正纠结时 我屈身上前行过一礼 侯府小姐不止我一个 妹妹可以不认侯府 我却不能罔顾亲情置她于不顾 我咬唇 下定决心般 姨娘宁死不作妾 妹妹也曾发誓一生 一世一双人 我这个做姐姐的 不能把她往死路上逼 我甘愿退出 不让你为难 我不让她为难 凌霜死死攥着的手 却让她为难 这是凌霜第一次逼迫肖易锦 为了一个刚和侯府撇清关系的 庶女毁掉和我的婚约 不值当 可凌霜毕竟是心上人 肖易锦割舍不下 还是假意跟我解释 你是未来的太子妃 如此时大提我甚欣慰 只是姑救她是为了 成全她这份孝心 并非男女之意 听她此言 凌霜眼里闪过失望 我是真心想 成全她们 前世 她把凌霜藏在宫外别院 时常以探望我的名字 去和她私会 这一世我要她们日日相守 亲眼看她们吃人便怨偶 我要成全树妹和太子的消息 传到宫里 皇上听了夸赞 以退为进 不愧是侯门将女 直言我爹将女友方 皇后淡淡一笑 雕宠小记 真宠的手段罢了 但还是赏了 科技淡大的夜明珠安抚 最高兴的当属太后 树阳那丫头终于开窍 直到年峰吃醋了 像这样就很好 年轻人就该郎情惬意 之前太古板木呢 男子不喜 她命人送来一大箱子珠宝首饰 说要给我添假装 她们都不信我会退婚 侯府内 我爹脸色不渝 她警告我 任性也要有个限度 日后退婚这样的话 不要再提 我娘也劝我 要是可儿治 可别真的忍恼太子殿下 若我说 我是真的想退婚呢 我爹抬手 啪一巴掌落在我脸上 事关家门荣辱 想退婚 除非你死 我偏过头 从嘴角尝到一股血腥味 东宫正非 未来的皇后 我爹就是未来皇上岳杖 这等殊荣 他舍不下 我娘在一旁心疼地抹眼泪 却不敢上前阻止 不嫁太子 你又能嫁给谁呢 上一世 我清白被毁 我爹提见欲杀我 家门不信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我娘挡在跟前 不过是嫁不得人 我的嫁妆养他一辈子又如何 那一刻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坚韧决绝 娘的祖辈经商 嫁入侯府后 人人都到他高攀 今年累月 身宅围困 他也忘了自己也曾一气风华 我死后 他心里那股静又随之熄灭 若要退婚 我真的只有再死一次 林双以乐姬身份入东宫 那天是我送他去的教育所 每位进东宫的乐姬 都要有管事妈妈教养一个月 学的规矩礼仪才有机会在太子设宴时出场 舞照 不得随意进出 我摆出高高在上的模样 我们有所不知 林双并非太子从街头随意就熟的女子 她还是我侯府的树小姐 我是未来的太子妃 日后在这东宫她也算你半个主子 林双虽不情愿 一路还是跟在我身后 宫墙三尺 沉闷肃杀的氛围让她很不适应 听我这么说 不自觉地挺直腰背 又恢复以往清冷模样 我训话时 情师刘月从店门口路过 我记得她 江南人 有一青梅竹马 她是被国舅爷看上威胁着送进来的 在东宫三年 真正的人淡如菊 不争不抢 我跟下陆时各眼色 她会议 当即大喊 那边的乐姬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见到我家小姐为何不来行李 大呼小叫 一副胡假虎为作派 余光偏向凌霜 她微微抬眼 好奇地打亮刘月 刘月从容地站在原处 我是一等情师 只拜太子殿下 说完头也不回离开 下露气地跳脚 神气什么 不过是仗着太子几分喜欢 竟敢给未来主子白脸色 等我家小姐和太子成婚后 看我不好好教训她 太子协力朝政 能有几分喜欢分在后宫 以实属难得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凌霜 她是太子看重之人 不可轻易得罪 妹妹在东宫要多多保重 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和我说 凌霜拉开与我的距离 不必 我和侯府毫无瓜葛 还请准太子妃 不要再以妹妹换我 且侯府小姐真该学学 廉耻二字怎么写 还未过门 就以太子妃自居 她不知道 我虽然不是太子妃 可女子居所 胭脂水分 衣物首饰都必不可少 有金城上百间铺子在 太子的教阅方 有一半都可以是我的人 她在此处一言一行 我若想知道 自会有人主动来说 当晚凌霜抱着琵琶出门 被工人拦下 太子殿下说过 每日都想念我弹得去 我并非私自外出 而是为了成全太子心愿 侍从人不同意放行 刘月怎么能随意进出 侍从不敢隐瞒 刘月姑娘有太子令牌 凌霜出不去 便坐在院中弹琵琶 婉转 幽怨 似在控诉 琵琶声透过高墙 传到萧义锦耳中 萧义锦没有召凌霜去前殿 而是亲自来道教乐坊 太子清临 乐机工人跪一地 凌霜自顾弹琵琶 并不见礼 这是大不敬 某某教导不立 有失职之罪 某某跪着爬向凌霜 提醒 姑娘快行跪拜大礼 凌霜不理会 过了许久 琵琶身材缓缓停止 周围人早已捏了一把冷汗 只把头埋得更低 生怕太子一个不高兴降罪 凌霜只朝萧义锦扶了扶身 不知今天眼前的是太子 还是公子 这更勾起萧义锦的性质 若凌霜知道他是太子后 就被宫屈膝才没去 因此他更加笃定 他是特别的 双儿说姑是谁 姑就是谁 凌霜这才缓和 太子身侧家人无数 凌霜何得何能能入太子的眼 我只怀念在腰月楼 跟我一起听取谈心的公子 这些事 我用三匹航白丝就打听到 无关军机 无关潮事 不过是女子嫌话家常 一个人得了好处 便有其他人上门主动说 凌霜他本就青楼市第一清官人 平时出场 都是恩客捧着 保姆攻着 也因此比旁人更高傲些 这天之后 更不把旁人放在眼里 东宫乐基大多是朝城市 身自小培养起来 为了日后隆络人心 他们自小由各种老师教导 请其书话接通 行为举止 也由公里外放的 么么训导过 就连教乐方最严苛的管事来了 也挑不出错 凌霜却看不起这些人 和青楼女子没什么不同 都是被人把玩的物件 有小丫鬟问她 姐姐不也和他们一处吗 凌霜养着下巴 拔高声调 我和他们可不一样 从不以色视人 更何况 我与太子的勤奋起誓 旁人可比 她时常在院中弹奏 十日里 萧易锦会来四五次 小丫鬟督着嘴不认同 明明太子殿下 对刘悦姐姐更好一点 刘悦 又是刘悦 她就像插在 零双心上的一根刺 两天后 太子再一次照刘悦抚情 十面埋伏 万马奔腾 情英雄魂激荡 萧易锦沉浸其中 而后只听 砰得一声 情声戛然而止 刘悦手指划破 先红血一股股往外貌 奴婢该死 咬了太子雅信 请殿下恕罪 萧易锦看着断闲 嘴角上扬 丝毫没有扫兴 还赏了刘悦一把百年 古情做补偿 凌双之道后 连续两次将萧易锦拒之门外 琵琶哪有古情雅致 公子还是去别处吧 我堂堂太子 在自己宫里还有进不去的地方 传出去为免招人耻笑 萧易锦还是低声哄着 刘悦的情是我找名师所做 岂会轻易舌断 除非有人故意为之 凌双半夜在刘悦情上动手脚 她自以为做得隐秘 其实早有人看见 禀告过萧易锦 话说到这 凌双自知理亏 当下软了身 我不过是太在意公子 往日见面连面纱都不肯接的女子 如今吃醋 为了自己也露出小女儿态 这大大取悦了萧易锦 我借着探望萧易锦的名义 在东宫遇见凌双 我劝她 太子殿下不会一辈子都是太子 届十三宫六院 你都要闹一闹吗 凌双对我自来熟的说教很反感 不劳小姐费心 便是非切无数 太子心里也只有我一个 毕竟不被爱的才是多余的 倒是你 仗着侯父 霸占太子未婚妻的名分不放 早晚会被她咽弃 见到凌双的同时 我给刘月梢回来一封信 他日思夜判的信 打江南来 这天 朝中大臣在东宫议事 谈完天以大黑 就在几位大臣出去的路上 以阵琵爬升隔墙传来 几位老臣面面相去 皆是一脸震惊 他们眼中的太子向来品行端正 后宫怎会有这等迷迷之乐 太子冷练 当下和令工人 教了方管事教导有师 打二十大板 教导么么打二十大板打罚出去 即使这样 第二天早朝还是有玉石坛和太子纵情享乐 得性不休 在我心里 你不是太子 是我救我于水火的公子 那些迂腐老臣 就是见不得你快活 平时耍性子吃醋也罢了 如今得罪的可是太父 他自小的老师 萧毅景眼神不似平常那般温和 看着凌霜隐隐透出不满 孤世太子 无数双眼睛盯着东宫 稍有形叉踏错 便可能万劫不复 你要多违孤考虑 凌霜不以为意 萧毅景见他并非真心悔过 离开时特意盯主管事做好本分 他的本分就是看好凌霜 不要再让他惹麻烦 这也是他第一次冷落凌霜 与此同时 我在外头也没闲着 连夜买通城内说书先生 把古往今来因沉迷想乐物国无名的故事翻来覆去的讲 秦怀和上几条花船 连唱几天后亭花 另外 把凌霜编排元老仲臣的话也传进文官那里 一时间 玉石的折子如雪片飞向皇上暗己 就连皇后 也被皇上斥责叫子无方 本以为此事之后 凌霜会安分 没成想十五这晚 他又在院中谈琵琶 之前萧毅景出宫本是为了找凌霜 现在凌霜就在东宫 如果贸然停滞行程 怕惹皇上生疑 故意就保持半月一次为福出巡的习惯 他在街头走走停停 发现在玉石谈和 百姓以他为饭后谈资时 是我在帮他 我聊起一袖 打翻茶摊 不顾旁人指点 大声唾骂那些说书人 太子十三岁入朝 这些年情正未明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他年少有为 如今事有错 可顶多也是致下不言 有谁看到太子深色全马 纵情深月 谁看到他成名女色 不务正业 若真因为一些小事就寒了太子的心 我们未来就可能损失一位民主 萧毅景深受感动 他握住我的手 树羊 还是你懂我 起先他觉得 凌霜和之前见识的女子不同 便对他另眼相待 现在又是我为之己 男人的新鲜感 也就那么回事 我强人恶性 躲开他的触碰 太子殿下盛行 若被有心人瞧见 不一定又写出什么名堂弹劾 您身为储君 万事皆需小心 萧毅景目光落在我身上 久久没有挪开 眼中的赞赏几乎一出来 凌霜若是有你一半懂事该多好 我安慰他 妹妹自小和姨娘在市井长大 自在惯了 深宅后院对他本就是拘束 若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殿下看在侯父 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他多加宽恕 树羊 其实我早已 萧毅景张了张纯 终究也没往下说什么 我知道他想说的是 其实他早已经后悔 后悔那日在街头不顾劝阻 将凌霜带回身边 我把这件事添油加醋 传进凌霜耳中 他坐不住了 凌霜已经十几天没见过萧毅景 以为他故意冷落 其实不是 是太后忽然病危 皇上 太子请殿侍及 这件事凌霜周围的人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提醒他 他坐立难安 于是灌醉了管事 想到太子最近多事烦忧 还特意选了手欢快的曲子 声调清脆悠扬 一炷香后 院中大门敞开 无泱泱的人头涌进 凌霜大喜 以为是萧毅景 来看他 公子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双儿 转身时 脸上的笑还未来得及展开 便已凝固 明皇衣袍映入眼帘 凌霜怀抱琵琶愣在当场 不知道见理 公子 看来萧毅景的太子是当逆了 周围是落真可闻的寂静 来者不是旁人 正是当今皇上 太后病重 东宫声乐不止 惹龙言慎怒 萧毅景被禁足 我向皇后求情去东宫探望 踏入大门 没去找萧毅景 而是转角先探望凌霜 整个东宫因他受牵连 极力拥护太子的文臣 建议萧毅景赐死凌霜 萧毅景对他野游最初的新鲜 猎奇 渐渐伸出不耐 可即便厌恶 也还是很不下心 凌霜此时被降为莫等侍女 每日有洗不完的衣服 晚上帮默默洗脚 诚如他对萧毅景说的那般 做个洗脚壁 那双弹琵琶的手早已涌肿不堪 日子过得还不如当初和姨娘在外头那会好 我进去时 他正在抱着心爱的琵琶擦拭 往常他爱着白色衣衫 此刻身上却是最讨厌的红色 脑中恍然闪过一句话 女为悦极者容 凌霜见我来 依旧是冷脸 姐姐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之前不让我喊他妹妹 现在又来叫我姐姐 真不知道他是健忘 还是拉不下脸跟我求情 不管哪种 以后都不会再提 今日我是来找他乐节这一切的 是啊 我毫不掩饰地朝他递过去一个嘲讽的笑 要不是我言语无辱 故意不让你娘进门 可扣你们娘儿俩用度 逼你不得不去青楼卖艺 在你娘生病上门求要时 命人将他撵出去 你也不会遇到太子 也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好日子 这些事我没做过 一直以来他却是这样想的 我这么说纯粹是为了激怒他 凌霜自诩高洁 这些话足够让他生气 可他还是极力忍耐着 要怪只怪命运不公 我没有像姐姐一样投身到好人家 把一切归就于命运 好像这样就可以减轻痛苦 曾经我也这么想过 可那些苦难啊 都是人带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当初在腰月楼时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愿意出众 金曲你续弦 你还上门给他唱过曲儿 这是楼里多少姑娘求 也求不来的机会 你怎么能说是自己命不好 耳边嗡一声 凌霜手下情弦悉数扯断 我继续道 你说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肖易景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以前眼瞎 凌霜钻拳 咬牙道 殿下与我感情深厚 不会听信你的挑拨离间 我笑 笑容不再温和 怎么能算挑唆呢 我明明一直在帮你呀 你出道教越方 对周围一无所知 怎么能知道坐在哪个位置弹琴 肖易景会听到 朝城明明已经从前门离开 为何又中途折返 刚好听到你弹琵琶 凌霜猛然抬眼 一切似乎都想通了 工人阻拦不让他去见肖易景 却暗示他可以在太子殿下 回请殿的路上弹曲 他点档手势打点内饰 只为了探听一点肖易景的消息 却没人告诉他太富在东宫 甚至连皇上来那次 也没人出言提醒 我早就和你说过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和我说 我一定尽力帮你完成 凌霜愤怒到极致 贱人 竟然是你在害我 他随手抓起情片 滑向我拨紧 饶事我早有准备 还是心中一惊 连连后退两步 只见一道白色身影扑在我身前 没有预想中的疼痛 睁开眼 看到刘悦替我挡下凌霜的袭击 他的脸被划破 伤口深可见骨 快传太医 怎么会这样 我心中乱作一团 刘悦看着我 解脱般松了口气 秦姑娘曾说 只能死一次才可以摆脱和太子的婚约 我也想试一试 是不是只有这样 才能拿回我想要的自由 我错了 是我的错 为了打探林霜的动态 我已赢钱收买人心 当初刘悦不要千金 只求一封江南书信 我早该想到她想要的比千金贵重 这事 我不步为营 一心想要复仇 却险些错放仇人 林霜固然可恨 可笑意景也不无辜 她太贪心 既想要侯府的权势 又一步步给林霜希望 让她以为只要没了我 他们就是彼此的唯一 可她东宫高强力 又困住了多少个 林霜与秦树阳 店内忙做一团 惊动萧易景 林霜哭泣向前 殿下 是姐姐害我 是她收买人心 挑唆我们的关系 若她和萧易景说 是我在害她 兴许她还会思索一下 可她一张口便向我泼脏水 为自己开脱 这种时候 她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 萧易景当然不信 更何况在她心里 我自始至终都把林霜当妹妹 从一开始 树阳在姑面前 就从未说过你半个字的不好 反倒时常求姑要对你宽容 视你是规矩为无误 以再践踏姑的底线 如今这一切都是你 就由自取 愿不得旁人 林霜瞪大双眼 只是眼神猙獰 早已没有往日无辜 惹人恋爱的模样 公子 你不信双儿了吗 这句公子彻底惹恼萧易景 她掐着林霜的脖子 与太阴狠 故事太子 未来储君 普天之下 谁见了都要尊称一句太子殿下 你不过是青楼说笑卖唱的唱技 有什么资格在姑面前放肆 林霜面色通红 背掐得喘不过气 她不停拍打萧易景手背 试图掘取一丝空气 萧易景神态癫狂 手上力道加重 铁了心要置她于死地 林霜拼尽最后力气吐出几个字 我 我怀有身孕 腹中有殿下的孩子 林霜的话换回萧易景一丝理智 她眼中杀气渐渐消散 多了几分犹疑 这分犹豫不是因为对林霜有情 而是她在考量 皇上若真有心肺太子 不会仅仅把她禁足而没有其他任何惩罚 皇上也是父亲 与其说生气 不如说是懊恼 恼自己的儿子不争气 帝王纵有千般全数 也割舍不开骨肉亲情 萧易景手上力道逐渐减弱 电光石火煎 我心里拿定主意 于是抓住机会下跪求情 恭喜殿下 妹妹肚子李氏殿下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皇上的第一个孙子 太后平时最疼您 她老人家听到这个消息 说不定病急刻变好了 皇上知道后 肯定慎心大悦 萧易景终于松手 凌霜已被抽走所有力气 颈尖力道消失后 她也瘫坐在地上 她看向萧易景 眼中只剩下惊恐 我扶起凌霜 用旁人听不到的声音 妹妹你看 太子殿下方才是真的想要你的命呢 你所谓的情深义重 在她看来不过是场笑话 我朝规定 若了疾受宠幸 最高可被敬为良帝 日后为妃 为贵妃 得知凌霜有孕 我爹一早进宫 跪在殿前 痛诉自己管教不力 让淑女玷污太子英明 她的两个女儿都扮为来帝王身策 我爹打得一手好算盘 皇上有心赦免太子 苦于没有台阶 于是趁此机会解了太子禁足 东宫大门再次敞开那天 凌霜受封凉地 不是重要策封 没有圣旨 红妆映然 凌霜眉梢眼角截向涂抹了胭脂 姐姐说得对 我如今最重要的事是平安生下孩子 我现已是良帝 距离太子妃只有一步之遥 她日若能生下皇子 也不是没有机会 何不尽力一搏 我丝毫不掩饰对她的嘲讽 翻年后我和太子大婚 届时我就是东宫太子妃 你的正经主子 所以我劝妹妹可千万要保重 若不小心再惹殿下生气 我担心她不会在手下留情 为了进一步刺激她 我又补一句 不过你放心 即便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娘 我也会替你好好照顾她 毕竟我不只是你姐姐 也是东宫竹母 凌霜彻底被激怒 抬手就要打我 只是手刚举到半空 就被人拦下 笑意警挡在我身前 以保护的姿态 完完整整将我护住 梁帝刚刚受封 就要逼姑废了你的封号吗 殿下息怒 我温言劝阻 一定是我刚才说了什么不讨喜的话 惹妹妹生气 都是我的错 笑意警看到我身后摆着数十个装匣 珍珠玛瑙 人参海味 各个上品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听到我说这都是为凌霜准备的贺礼 她对凌霜更加不满 胳膊一抬 将她甩在地上 凌霜知道无论她说什么 笑意警都不会信 此时早已对她心灰意冷 捂着肚子趴在地上什么都没说 可我分明从她眼中看到一闪而过的 明晃晃的恨意 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无辜到 下月初八是我的生辰 我是特意来给妹妹送情帖的 希望妹妹和太子殿下能出席 我的生辰燕音 笑意警的出现 来了京城大半显贵 凌霜当然也来了 上一世 她费尽心思混进来 递给我一杯放了催情药的酒 在众人面前毁掉我 如今是我惹肖意警对她厌恶 她对我的恨指多不少 这是我与肖意警大婚前 她为数不多可以动手的机会 她一定不会错过 肖意警和凌霜坐在一起 宴会进行到一半 凌霜端着酒杯上前 姐姐 之前是我不懂事 说过一些和侯府毫无瓜葛的话 让你伤心 妹妹在这里向你赔罪 这些日子我想明白了很多 殿下第一个皇子的母亲 不能是孤女 只要有姐姐 有侯府 我们娘儿俩才平安 今日你生辰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希望姐姐喜欢 眼前是和前世一模一样的酒杯 饶氏早有戒备 乍看一眼 我还是后背发凉 身上撕裂的疼痛 令人作呕的味道压得我胸口发闷 险些喘不过气 凌霜看我不接 眨了眨眼 哽咽 姐姐不喝我的酒 难道是还在怪我吗 我爹在一旁催促 以后你们姐妹共同伺候太子 一定要和睦相处 万不可再深举语 大有一笑名恩仇作派 在他们殷切的目光下 我端起酒杯 唇盼碰上杯盐 凌霜抓着帕子的手紧紧攥着 我仰头 一股青梅的甘甜划过喉咙 我爹满意地点头 凌霜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半个时辰 我又开始浑身燥热 这次 我没有自己溜出去 而是换凌霜 妹妹可否陪我出去走走 凌霜下意识拒绝 影得笑意景不悦 她醋眉 带着上位者的威严 难得树阳不计前嫌把你当姐妹 你怎么连这点要求都不肯 在她凌厉的眼神下 凌霜不得一起伸 我们一起穿过弧心念会厅 绕到花园 再穿过回廊 就是厢房 凌霜忽然指下脚步 姐姐 我忽然有点恶性 失运突犯了 想回去吃口酸梅 不如你先到前面厢房等我 前面路口漆黑一片 像恶魔张开的大口 要将我拖进的狱 凌霜尽量说得很放松 可我还是听出她话里的急切 我有点遗憾 真是好可惜 男的妹妹愿意出来陪我走一走 我脱下自己外袍 也不知怎么的 喝了几杯酒后整个人焦躁得很 劳烦妹妹将我这件衣裳带回去 凌霜接过 不宜有她 她站在原地 亲眼看着我一步一步走到镜头才转身 转完时 我回头看到她嘴角抑制不住向上扬 我也一样 凌霜未害我而来 却尝不出自己方才喝的才是加了料的酒 半个时辰后我回到宴席 凌霜的位置空着 我爹问 你和凌霜一同出去 怎么不见他人 我不解 妹妹说身子不适 要回来吃酸梅 怎么 她还没回来吗 我慌忙起身 碰撒一地酒水 都怪我粗心 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往回走呢 这要出了什么事 我万死难辞其咎 说着 我急急带人向外走 在门口 与小跑来的丫鬟撞个阵着 夫人 小姐不好了 是为在花园内抓到一对男女苟且 我带着笑意紧奔向后花园 距离甲山脊部外 便听到不可言说的娇喘物业 我当侯府小姐多高贵 原来也是这般浪荡 侯府的小姐 除了我 就是凌霜 现在我和众人一起 里面是谁不言而喻 肖意玲脸色铁青 我用一种自己都不幸的口吻安慰她 殿下稍少安无躁 妹妹是清官人 向来洁身字号 自打你从街头将她救起 她的心里就只有你 我相信她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一直以来 我直进退 对她又温柔解忆 以至于她心里那股火烧得更旺 肖意紧挥手 几个是为领会她的意思 而后起起点灯 光亮乍起 衣衫不整的男女暴露在眼前 那见我交给凌霜的衣衫正垫在身下 我无罪 妹妹平时看起来端庄温婉 没想到背后竟如此 妹妹 你糊涂啊 凌霜受惊 哭着求肖意紧听她解释 殿下 我是被人陷害的 我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 怎么会做这种事 可她面色潮红 分明是她在主动索去 半分没有被强迫的样子 肖意紧抬脚踹在她胸口 凌霜 你当姑是傻子吗 你肚子里还不一定是谁的肿 她抽出配件指向二人 可犯着寒光的剑风还没刺出 就听哐当一声 剑柄落地 紧接着 肖意紧口吐鲜血 倒在我跟前 寓意诊断 肖意紧忽然晕倒是因为体内中了慢性毒药 这种毒不会立刻要人性命 残留在体内 日积月累 若哪天气急攻心 就会吐血暴毙 好在肖意紧中服用时间不长 还有制约的希望 帝后震怒 下令彻查东宫 内侍从灵霜寝屋拿出一包白色粉末 经鉴定 正是肖意紧中的毒 在肖意紧昏迷这段时间 大理寺也以雷霆手段查清侯府偷情案的前因后果 是灵霜买通城外乞丐 意图在我深沉当天回我清白 这样侯府就只剩她一位小姐 不料弄巧成桌 害了自己 我一直在想 侯府女眷无数 偷偷钱进来的人是如何认出我的 直到宴会前一天 下露发现有人在打探我用的是哪家香料 为了显示独特 京城不少人家小姐的香囊都是特意定制 灵霜就是利用这一点 让歹人准确盯上我 深沉那天 我调整府内侍未把守的点 特意放松花园甲山处的巡逻 让歹人以为有机可乘 交给灵霜那件衣衫 下露早用香料熏过 在假山后蹲守一天的人 在灵霜走近时就闻到那股味道 根本来不及分辨 就直接将她拖走 灵霜藐视皇家 混淆血脉 萧一锦恨毒了灵霜 贱人 为何要害姑 灵霜笑得癫狂 当初是你重金买我一笑 你夸我是世上最纯洁的姑娘 可后来我日日对你笑 你连个眼神都不肯施舍 是你该死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日日相守 却变怨偶 萧一锦命人熬制多胎药 亲自给灵霜送去 灵霜不肯喝 她便命人摁住 亲手灌下去 在潮湿的柴房 灵霜痛了一天一夜 血染红下半身 几乎丧命 萧一锦又让御医将她救回来 欺骗姑者 死也太便宜她了 她和灵霜相识于青楼 萧一锦便又将她送回青楼 只要她还有一口气 就每天接客 我去看望灵霜 她吊着最后一口气 抱着她母亲的牌位 看我的眼神如脆了毒 我和母亲所求不多 为何都不能如愿 我告诉她 我娘非不能容忍 灵姨娘所求不过温饱 实在是你心太高 心高不是你的错 可你不该千方百计想从我这里抢 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守住自己的东西 若守不住 自己才是真的万劫不复 又过两个月 萧一锦猝死 那日她意气风发 从马上摔下来时毫无征兆 人人都说 是当初的于毒未清 是也是 不是也是 总不能跟皇上说 太子于毒未清 又忠心毒八 这样他们也太该死了 萧一锦死后 皇上把我爹派去驻守边关 无照不得回京 出城那天我没去送她 因为刘月要南下 我请了魔术大夫都置不好她的脸 如今留下一道疤 从唇角研制眉尾 我在三叮嘱 如果她嫌弃你 你就立刻回来 刘月明唇不说话 顺着她的视线 我看到不远处一个书生 背着行囊快步奔来 我想 林双当初所求 大敌也是如此吧 我在城头站至太阳落山 我娘寻查完铺子 站在楼下喊我回家 我笑着奔跑下楼 身后是万丈霞光 将影子拉出老长 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